或握個手啊 打個招呼啊 你是未來的潛力股喔 對 真的 我感受有夠強烈 吉他就老實說就比較微笑 但是潛力股也有可能 並都地雷股啊 怎麼說 因為你朱立倫其實 如果他要職工2016 我覺得其實我到 朱立倫這個人也不是政壇新鮮人 說起來做理會 到現在也十幾二十年從政經驗了 可是我問過很多人 包括國民黨的朋友 我都問他說朱立倫好在哪裡 講不出來 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我 就他的政績 或是說他的性格上 是很有魄力的 很有領導力的 就是說有沒有領袖的特質 要求太高 政治人物不一定要做什麼好事 他只要不要做太多蠢事 我們就覺得不錯了 對 美人你這樣講 我就延續你的話 馬英九在當總統之前 他好在哪裡 很多人會跟你講得出來 說他形象很好啊 他很清廉等等 就至少你可以隨便問一個 一個人的特質很清楚 對 很清楚 就馬英九他的好處 可以很清楚講出來 可是他做了六年總統 我們發現說 原來就不過兒耳 那我們在想看 如果朱立倫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人能講出他的好處 這也是好處 為什麼 萬一他選上總統 那是更大的災難 正正我是講 這也是一個好處 好處在哪裡 因為講不出來 所以有想像空間 這美人 這不是談戀愛 其實從立即代 我跟你講 台灣社會還是希望有個撐頭的 而且台灣選民 其實投票常常是投一種偏好 投一種気持 對 就是說你 其實剛剛年旺講到馬英九 馬英九也沒什麼特色 其實你說馬英九好在哪裡 偏倒 長得帥 你至少講得出來嘛 好 對不對 那我問你朱立倫好在哪裡 不 長得也可以啊 還高高帥帥的還可以啊 我 盪選 其實有些時候是 選民不討厭他就會盪選 是啊 我要說一句話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能力問題 其實馬英九這一路來 都吃陳水扁的好處 當然 對 他其實一路來 不論是台北市長 他去跟陳水扁做PK 他有個對照組嘛 對 或者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跟謝長迪又做了一個PK 所以你看他一路 那等到他再做總統的時候 又跟陳水扁去做PK 那現在我們就拿陳水扁出來的時候 那馬英九就失色了 朱立倫呢 朱立倫基本上現在跟馬英九PK啊 你馬英九就是這副德性 我就是周圍不沾鍋 也是不沾鍋 然後但是我 事實上我在過去 可能桃園跟新北市 某種程度是比中央政府效率多一些 至少他沒有犯錯 犯什麼去做什麼 莫名其妙的那個吊車 攬車 對 所以其實朱立倫在抓一件事 他不犯錯 他不犯錯就是最大的勝出 所以他經小行為 對 沒錯 他就是小缺姓 第二 他就是小缺姓 他不用衝前面 每次好龍兵衝前面 他就站第二 然後但是他一旦有一些 小缺姓的時候 他就把他變成大缺姓 最近不是說那個垃圾袋 可以當多少袋 你每天看哇 新北市 原來你路上買了垃圾袋 也可以當這個就是當環保袋 好了 你看這種小事情 會讓大家覺得 它有存在的價值 但是回過來一件事 蔡英文就要緊張了 因為如果蔡英文 要選下一任的這個市長 總統那他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跟朱立倫要區隔 對 因為如果都是跟馬英九 區隔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朱立倫非常聰明一件事情 是馬英九說東的時候 他就臉上帶著微笑 為什麼大家都這樣講我 然後都是他一個小酒窩 有 他也可能不要在小酒窩 因為就覺得 這個人好像真的跟馬英九不一樣 好了 就跟馬英九不一樣 就是選票 他其實如果各位有近距離 跟朱立倫接觸 他是有一點政治人物的魅力的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不要說你情不喜歡 他真的是有魅力的 他不犯錯 而且他很懂得交朋友 你會發現說這個人從 他是心有大志 所以他從立委開始就開始結交朋友 他很少製造敵人 他講話也從來不去 去跟人家做對抗 不做攻擊 而且我覺得他比較有人味 因為我們兩任的總統 都沒有什麼休閒娛樂的能力 你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個人的Hobby 對 我覺得朱立倫至少還有一點 就是跟我們一般人 他的Hobby是什麼 比如說跟他老婆看電影 音樂會 你看 你各位也是很喜歡這個音樂會 對不對 我覺得至少你有一點 正常人的Hobby 馬英九的Hobby是把他的游泳庫 要縫起來 我最近看一本 大概六百月的快讀大堂室 他就是爺風地 大概都有一個 這個共同點就是說 這個老皇帝 到最後就破片了 對 老皇帝很早的時候 就要立太子 太子 儲君嘛 這個老皇帝大家都知道 他在要刷 所以大家都去 去巴結那個儲君 對 那個叫什麼 賀克營門 對 落意於土 這個皇帝很緊張 是啊 皇帝要派眼線去說 今天有誰去啊 去了多少人啊 談了什麼事 他會怕那個人會篡位 他兒子會篡位 對 這樣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裡面 是什麼人賀克營門最多 朱立倫 第二就是說 很明顯的 馬英九現在那個心情 對朱立倫的心情是什麼 還是對吳敦毅的心情是 沒有辦法有賀克 因為都是鐵絲龍 OK 所以 趴不過去 是啊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 戴賽啊 碰到哪裡 誰都要什麼 那個死亡之手的握啊 還有那個 剛剛講什麼 阿帕拉 阿帕拉器的直升機 掉下來啊 坐了嘛 他就掉下來了 那大家都要保持一點距離 其實你看 他到中國醫藥大學 他上台要演講的時候 竟然 底下沒有人站起來 而且學生不多 對 鼓掌的時候 還是 前面第一排的官員 自己站起來之後 後面學生也不站起來 你想想看 就是說一個國家元首 不被尊重 我認為馬英九現在 對朱立倫是 又愛又恨 總統演講我們要站起來喔 沒有 至少會鼓掌 一個尊重 會鼓掌 你知道嗎 以前總統來 大概總統力臨 其實大家都會起立的 包括陳水平時代 後面是有一些狀況 是人家不起立 後面兩三年是這樣 但是至少前面五六年 陳水平所到之處 其實基本上大家還有尊重 象徵性的站起來 來歡迎總統 馬先生去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跟國民黨的淵源是十分深厚的耶 其實他們講了一件事情 結果底下的人 只有第一排的官員站起來耶 他講了一件事情 馬英九要跟學生拍照 前面的政務官都要大家先蹲下 沒有 是馬英九指揮 叫大家蹲下 讓學生站著 對 你知道嗎 那就反了 你懂嗎 就是說我們通常會說 叫誰蹲下 叫第一排的政務官 叫第一排的政務官 他還發號施令喔 蹲下 大家聽我的 然後要吞下 真是矯情啊 那個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現在把青年 這個事情沒有那個總統 跟你說的嘛 沒有 還有 他莫愛都會數秒了 他真的很不…很不青年耶 現在都是你自己 直接轉身背景 就是那個觀眾 然後自拍一張就好了啊 對 然後 然後你把那個都是這樣子的啊 他沒有在看奧斯卡 所以你覺得這個318以後 那個順序 把它顛倒到一種狀況 他太陽花真的是腦袋真的是被 像雷打到一樣 現在把青年好像形勢上啊 搞到一個最大 所以所有青年都站在那裡 他的政務官像小弟一樣 偷偷給我蹲著 你哪有一個政府官員 搞成今天這樣 一個總統 我覺得私隔到一種狀況 就說 好 我們現在拍照對不對 我跟你講那個學生是318 他們本來約好了嘛 要去中國醫藥大學 跟三個五個就對談 要做一個行事的 結果因為學運嘛 所以延到今天 然後又找了150個 那150個裡面有很多人說 那我不願意去 我就坐在門口抗議 那裡面的抗議的 很多是不願意去的 所以學生對於總統 那個討厭 你剛剛講的那個討厭 大家看得出來 然後連拍照 大概都不太情願 所以他們都站在後面 然後官員要蹲在那裡 所以你看 你說滿久對朱立倫 你記不記得 好 我最近剛好有個機會 坐在那個柯醫師旁邊 柯文哲醫師旁邊 結果我就 因為坐在旁邊 只要講兩句話嘛 我就問他 我就很好奇 我說你的發言人海選找到嗎 他說沒有 禮拜六才要海選 我說 因為我們做電視的 常常也在辦海選 我說評審是誰 你知道柯醫師是怎樣 我啊 沒有 他說評審 為什麼要評審 沒有 他說海選要評審 我說對啊 海選當然要評審 通常要有自選曲 指定曲 對不對 我說你怎麼 他說沒有啊 就是每個人來 上台講三分鐘 他為什麼可以當發言人 我說這樣怎麼會好玩 對 我就說你要一定 這是自選曲嘛 你自我介紹 你還有指定曲啊 他說什麼指定曲 我說指定曲就是 做發言人的一個特質 給他一個狀況 對 要給他一個狀況 讓他做處理 第一個 我說你一定跟他們 通通在一個房間裡面拍一段 你講一段話 然後之後呢 這段要錄影起來 然後之後這個 最後複選的這些人有沒有 你要出來 傳達你老闆的意思 有沒有傳達錯誤 對不對 那我們就看完錄影帶 你講什麼 然後這個人傳達 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就可以打分數了嘛 對不對 欺負的欺負的欺負的欺負 對不對 再來一個 我說你要找一個狀況題啊 就是一直罵柯文哲 然後呢 這個人要不卑不亢的 這樣子的回答 這是不是能力 對不對 而且在這個狀況題呢 在一直罵柯文哲的時候 你就把對手 可能攻擊你的事情 都會破坑啊 大家都知道嘛 你會被攻擊什麼 都破坑 這樣 他聽完你知道嗎 他就沒有理我了 他一直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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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因為你給他很好的建議 真的 這建議要 他就立刻 要收錢 我們又要收錢啦 我只是 因為我跟他講評審是誰 他說 評審 為什麼要評審 你知道 可是他馬上 他反應很快 你覺得柯文哲需要反應人嗎 沒有 其實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競選團隊的選舉 你選競選團隊的能力 如果有一天你到市政府去 就是你用人的能力 對 人家就會看啊 你有什麼樣的人 你去市政府 你有什麼能力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柯醫師他滿能夠 很快接受訊息 可是美人你透露了一個訊息 他做了很多事情 那個思考思慮也不周延 他只要一個形式 可能只要一個 沒有 他是真的要找海選 你知道嗎 而且我告訴你喔 你知道報名有多永遠嗎 那個不是基本ABC嗎 兩百多個人來報名 你不覺得那個是基本ABC嗎 那我不覺得 等級柯文哲需要反應人嗎 我覺得他的反應是非常快的 還是需要啦 立刻就處理 所以他們馬上就 也非常快 因為他海選時間 如果是禮拜五週末的話 現在也沒剩幾天的耶 禮拜六啦 對 禮拜六啦 那現在沒剩四天 對 所以他當然要趕快去 安排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行動力還滿快的 那當然 因為選舉已經到後面 他的競爭對手 姚文哲已經出現 這個是一個非常強烈的競爭者 所以他現在先要跟姚文哲 我認為他根本不擔心 對 他先跟姚文哲 PK出來才能更連勝 而且他要贏三趴一趴 原來他的反應就是要一個 行動 一個活動而已 不然怎麼連勝